事情 一张张旧照片回忆涌上心头 不论天灾人祸 社区志工就近关怀 板桥区从一开始只有几百人 到后续园区完工 有合适的空间办活动 进而慢慢接引菩萨 目前志工人数翻了近十倍 首先先到关渡园区 因为关渡园区那时候已经使用了 所以我们就去那边学习 怎么样的一个人文的接待礼仪 怎么样的一个合合互协 我们学习人家的优点 庄严的道场是大家精进文法的地方 更让人坚定心智 人在家里是最熟悉的 但是这也不是人生的意义 最后不断把我们叮咛 人生难敌 所以我们一定要巴奥 同学人生来付出 善念一代传一代 爱的种子已经遍地开花 年轻人也有云站出来承担 菩萨队伍好荡长 爱的能量点滴汇聚 上人也强调传承的重要性 并勉励大家要持续为进化 人心祥和社会的目标做努力 大家喜欢黄一姐